马来西亚八六拜辞机幼儿园举行了第一次的家长联谊会和校友会 不论是在学的孩子或是已经毕业了 在家长的陪伴下都一起回来 对于能够和许多人交换教育小孩的经验 家长都觉得收获很多 至于呢已经离开学校的小朋友 则是把握和同学在一起的机会 希望即使在不同的小学大家感情还是一样好 另外在北海辞机幼儿园 则是以围炉方式来举行校友会 见到师长弯腰鞠躬说生早 即使已经上小学 这群曾经是慈济幼儿园一份子的小朋友 温然相当有礼貌 就连进屋子也要先把鞋子整齐地放进学架 家长聚在一起热切地发表意见和聆听别人的状况 在八六拜慈禁幼儿园第一次举行的家长联谊会 每人都很认真希望透过分享能有许多收获 这个家长联谊会的话 大家一起来分享 很多时候都会觉得 哦 你讲的跟我的孩子的也一样 大家就觉得哦 原来这些事情就是家庭 好像我们家常电饭 有这样的联谊会 这样大家家长们可以有一些interaction 可以有一些谈一下孩子的经验 孩子的生活 顶部那些都很好 觉得很不错 而小朋友则是进行校友会 老师说故事 小朋友说说自己上小学的趣事 还有人亲自做了卡片送给每个人 希望在不同的小学 大家感情一样好 另外在北海慈禁幼儿园也举办了校友会 大家一起围炉 老师亲切地为小朋友夹菜 小朋友则是和老师分享心事 虽然孩子已经离开 老师对他们的爱心和关怀是不会停止的 大爱新闻杜慧熙 王力妹 马来西亚冰城报道